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拜登團隊在近兩天相當活躍 不斷向主流媒體介紹 究竟他所謂的後任內閣裡頭 是挑選了什麼成員 那些主流媒體當然就是大肆報導 除此之外主流媒體 又執著美國國務院和美國總務處 他們願意跟拜登的過渡團隊進行所謂的交接工作程序 來大做文章 就說特朗普這樣的決定其實就等同於認輸 現在只不過是苟然殘喘而已 諸如此類 不單只是左媒這麼說 那些左膠、左翼評論人都在網上吹風 我本著求真的精神 最後就讓我找到一篇在2000年12月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報導 那這篇報導就真的揭露了一切的真相 到底在出現選舉爭議的時候 那些所謂的交接程序是怎樣安排的呢 當時的克林頓政府就作出了一個 最佳的例子參考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一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先說了 究竟國務卿蓬佩奧 是怎樣來評價 拜登的所謂後任的 內閣團隊 蓬佩奧就說 其實他都認識當中部分的人 這班人就跟特朗普的團隊有著非常之不同的觀點 彷彿活在一個幻想的世界 他們之前就已經是落後於形勢 傾向妥協 蓬佩奧就希望 他們是會採取不同的策略 他還提到 當年奧巴馬政府任內 任由數以十億計的美元資金進入到伊朗 使得伊朗方面是取得製造核彈的材料 這個情況 一直去到特朗普就任才能扭轉 其實蓬佩奧這個說法就相當不客氣 說他們活在一個幻想空間 我自己就認為 蓬佩奧這番說法是與大相關的 是牽涉到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 就是字面的層次 說拜登所選的那些所謂後任內閣成員 他們的政策主張根本上就是與現實世界脫節 於是就說他們活在幻想空間 更深一層的意思 我就相信 蓬佩奧其實就是在嘲諷這班傢伙 在那些選舉人都未曾產生得到的時候 在選舉人團都未曾投票的時候 在那些選舉爭議的官司都沒有最終判決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 慶高采烈地說要組閣 一會兒 那些官司如果判了 某些州的選舉是違憲的 那你豈不是空歡喜一場 你那些選舉人票就打水票了 要不要這麼急於祖國呢 其實特朗普 都曾經在Twitter說過類似的事 就說他是太急了 我相信蓬佩奧說話都很有心度 至於拜登現在所選的那些人 其實很多都是奧巴馬年代的舊電池 我們其實昨天也有提及過的了 原來現在民主黨裏面又出現了內控了 什麼事呢 拜登就現在在 整班傢伙的群星拱照下 暫時在那個 那個所謂的 全民投票普選票那裡領先 但是 由於 他本人就沒有什麼政治魅力 所以 各路的人馬就開始向他苛索 有美國媒體的報導就指出 說拜登團隊的幕僚 原來就不滿奧巴馬 在這個拜登的內閣裏面 是下了那麼多釘 你是選了那麼多人 挖進去這個團隊裡面 反而 拜登在選人方面就變了很大的祭肘 其實在最近那兩天 拜登向主流媒體介紹的那些所謂的後任內閣成員 很多都是奧巴馬年代的舊電池 所以這些未必是拜登本人的意思 但是他其實都是不由自主的 很多人都問他苛索 甚至乎連這個Black Lives Matter的主腦 都說我曾經幫過你的 你有些表示才是 所以這個人未上任 就已經有多少閉腳鴨政府的味道在這 當然上不上台都成問題了 現在因為很多官司都來頭 我在昨天和今天都看到很多人不斷在說 總務處之後 連國務院都已經同意了 向拜登的過渡團隊進行交接工作的程序 那些人就在這裡猛炒作 就說不單止總務處 現在連蓬佩奧主理的國務院都跪下 要選擇跟拜登交接 還不是暗示著特朗普已經是認輸 如果他不是認輸 怎麼會向一個你都不認可的人來進行交接的程序呢 以上這些說法 很多那些左媒的專欄作家 或者是那些左翼評論員 甚至乎是那些左膠已經說了兩天 我現在就想借這個機會 去釐清一些基本事實 還有就是告訴大家 千萬不需要給這些人帶到的風向 因為這些人根本沒有邏輯 也是不懂得歷史的 我記得在2000年那屆的總統大選 選後就有個很嚴重的爭議 出現了在佛羅里達州 當時民主黨的戈爾 以及共和黨的佈殊 所得的票數 就相差很少 當時都打官司打了一段時間 我就找到了英國廣播公司 BBC 在2000年12月2日的一篇報導 這篇報導就詳細地記錄了 究竟在當時的克林頓政府 如何去安排這個交接工作 在當時 12月2日那些官司都還沒有搞定 換言之在當日 究竟下一任的美國總統是誰做的 都還是懸疑未決 當時的安排是怎樣呢 我們就一起看看 這篇報導就這麼說 白宮發言人謝菲特 在最高法院休庭之後 就跟新聞界見面 他就提到 說白宮辦公廳主任 已經是平衡地 跟哥爾陣營 以及布殊陣營聯繫 而司法部也同意了 將會對兩個陣營的人士 進行必要的背景調查 因為不知道哪一個 會入主白宮 意味著 司法部的工作量會加倍 說得很清楚 是平衡地聯繫 當時由於克林頓 就已經做了兩屆的美國總統 所以他無論如何 都要向下一屆的政府 進行交接 但是他就選擇了 兩邊的陣營都一起邀請 由此可見 根本上 進行這個交接的工作程序 就不代表認定了 哪一個陣營 將會勝出下一屆的美國總統 這是已經夠清晰的歷史事實 換回今時今日的情景 特朗普是現任總統 他當然就不需要進行任何的交接工作 難道特朗普是需要向總務處處長麥菲入旨 申請六百萬美元的交接津貼嗎 是不可能的 他已經在做了 如果他是成功連任的話 根本上也不需要拿這些錢 如果你說國務院方面就更加 他和這個蓬佩奧就合作無間的 交什麼接 所以 即使是特朗普同意總務處和國務院 向那個所謂拜登過度團隊 進行交接的安排 這個都是禮節性的 純粹就是特朗普現在做得大方得體 是以大局為重 他就真正做到 是想團結大多數的美國人 拜登就口口聲聲說 在選舉之後就沒有分共和黨陣營 民主黨陣營 就只有一個陣營 就是美國贏 說話十足思歪 但是你實情做的事情究竟是怎樣 是不是 你沒有理由說一套做一套 現在特朗普就是不想分裂 不想撕裂 所以他才顧及到 你那幫支持者的感受 叫國務院和總務處安排所謂的交接 但是這個真的並不代表什麼 所以那些左媒 左翼分子 真的不要亂吹風 是不是 最終那些官司的判決是怎樣 或者是選舉人權投票的結果是怎樣 這個是一回事 但是在這件事件上 真的並不意味著特朗普已經認輸 或者是他鋪一個下台階將會認輸 這個真的不是這樣發生 是另一回事 所以不能夠 弄亂了龍的邏輯又混亂 又忘記了那些歷史 20年前 我都找到了這篇報導 是不是 所以不要亂說 然後我們就看看 到底拜登怎麼來 都可以不點名批評特朗普 他就說 今年我們的民主 就受到了試煉 在美國我們就已經擁有 全面自由公平的選舉 我們就需要尊重選舉結果 美國人民和美國的法律 是不會容忍 結果以外的任何事情 他就沒有點名 其實就是在說特朗普 其實特朗普從來都沒有說過 什麼輸贏 又或者賴死不走 大家不接受的不是這個選舉結果 大家不接受的就是 那些不合法的選票 是點算在這一次的結果裏 大家不同意的不接受的 是那些選舉舞弊的行為 選舉結果 如果是公正公平公開的 為什麼不去接受 但是現在出現了那麼多事幹的時候 你沒有理由 就要求那些 即是選民也好 市民也好 隻眼開隻眼閉 當看不到那些事 況且根據美國憲法的規定 真正的選舉結果 是看選舉人團的投票 不是看那個大選 全民的普選票 這個是人也知道的 為什麼他會這樣說呢 誰才不接受選舉結果呢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